全世界都是鼓勵打疫苗 甚至送錢送房子 只有台灣 想盡辦法打疫苗 走法律邊緣還要被罰 所以陳時中的態度就是非常的 就是兩手一攤 不然你是要安裝 我們呢很很慘 高端打高端被騙了 然後打莫德納也被騙了 當陳時中不想說 世界不是只有美國的時候 其實另一方面是 世界也不會只有美國有這樣的政策 42名高鐵員工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們打了第一劑莫德納 結果就變成了莫德納孤兒 為什麼 因為疫苗不足 為什麼 因為疫苗的到貨率 非常非常的不穩定 然後陳時中也就像石頭一樣 動都不動 叫他去吹他也不去吹 叫他去買他也不去買 所以打了莫德納的人 感覺上好像是被政府騙了一樣 政府挖了一個洞 大家乖乖跳下去 現在怎麼辦呢 然後結果因為高雄 新北 台中 都有出現有民眾 想要去登記第三類 就他們其實不是第三類 但是他們就說他們是第三類 就可以去登記打第二劑的莫德納 結果新北 台中的意願 都攔截了這一些 想要鑽漏洞去登記成功的人 可是高鐵的員工 到高雄去的原因 就是因為賈賀道休博 有人到了高雄成功了 於是就糾團 大家一起去 就說這裡可以打 大家就一起去打了 才會出現42名員工一起去打 那麼為什麼高雄的漏洞 就是比新北 台中比較大呢 一樣是市立醫院 市政府的螺絲是不是也是鬆了呢 陳時中就說這是地方的責任 地方要加強落實身分的查核 滋擾醫護嚴重恐涉刑責 打個疫苗還要犯刑責 是不是真的情何以堪 可是交通部次長就講了大白話 大實話了 他說他們會去闖關 偷打的根本原因 不就是疫苗不足嗎 你要小心一點喔 這個蘇貞昌可能會叮你了 你怎麼可以把實話說出來的呢 你怎麼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疫苗不足呢 本來就是嘛 如果疫苗足夠的話 政府拜託百姓去打都還來不及 哪有怕來百姓去打疫苗的道理呢 好 蔡壁如委員也就說了 疫情之下大家都想保命啊 所以也不忍苛責啦 都是蘇貞昌跟陳時中的錯 又沒有疫苗 打了以後呢 大家乖乖的去打第一劑 居然沒有第二劑工作的需要 又非打不可 那你不是逼大家要鋌而走險嗎 你看看人家其他國家 美國可以抽兩百萬的美金耶 香港不但抽三千萬台幣 還有豪宅耶 然後日本還要送一萬日元的餐券 印尼送第一支啊 只有我們台灣 你敢來搶打疫苗 我就把你送法辦了 是不是真的是全世界獨步全球啊 這還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嗎 蘇貞昌 為了打一個疫苗 要這樣子想盡辦法 然後呢 從台中拚到高雄去 然後還有可能會犯刑責 真的是太奇怪了 好 所以民眾當然就要問 莫德納到底什麼時候會到 哇塞 聲聲吹啊 這已經不知道吹下百次了 陳時中還是一樣 我剛剛就說了 不動如山嘛 他就說了 各國都一樣啦 到貨時間無法精確掌握 你不是無法精確掌握 你是完全無法掌握好嗎 你連大致的掌握都沒辦法 所以他說沒有辦法 兩手一攤沒辦法 很快就有好消息 什麼消息 什麼時候呢 好 所以就委員就講說 你乾脆為你天天開記者會 這武漢肺炎 你們可以去申請金氏紀錄了啦 就酸陳時中啦 就說你們除了天天開記者會之外 其他都沒半行啦 但是陳時中皮也很厚 他就說我現在以防疫為重 不以金氏紀錄為重啦 然後他說防疫還沒有成功 不已 所以你防疫成功 你還真的要去申請嗎 不會吧 然後呢 難道陳時中還暗自窃喜嗎 覺得自己每天開記者會很厲害嗎 開記者會有什麼用 防疫還沒有成功 中間已經破口一大堆 現在又沒有疫苗 你要解決問題啊 連陳水扁時代的局長 蘇一仁都跳出來看不下去 他說疫苗永遠遙遙無期啦 就算量可以滿足所有的人 也永遠輪不到自己啦 口齊跳牆就是人性嘛 他也覺得高鐵這些員工很可憐 所以呢 政府應該告知大致到貨的時間嘛 誰敢跟你要精準到貨的時間啊 你連大致的時間都沒辦法 你要給我們人民心中有個底嘛 否則漏洞怎麼補呢 還是你就根本補不了民眾的不安啊 所以陳時中的態度就是非常的 就是兩手一攤 不然你是要怎麼 然後看到這些民眾真的是情何以堪 那這時候呢 你只能祭出重罰嗎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政府 真是虐政猛於虎啊 這個是 這個是非常道道地地的苛政 其實現在擔心也就是說 這個政策就是 如果限制高端 然後進入其他國家的話 那後續高端的 就是像我們這些打高端的人 那應該要怎麼處理 就是說能不能混打 或是混打之後 那其他國家有沒有開放等等 這可能是接下來的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總不可能打高端的人 就一輩子被限制出境 或者是說你要到哪裡都沒有辦法 那可能影響到很多人的工作 求學家庭等等的問題 那個問題其實非常的大 所以當陳時中部長說 世界不是只有美國的時候 其實另一方面是 世界也不會只有美國 有這樣的政策 其他國家可能也會 紛紛的去仿效 那看起來其實世界各國 一個一致就是說 希望能夠打疫苗的人 能夠入境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疫苗是什麼疫苗 是WHO國際認證 這個才有一個基本的 這個就是 大家認為是可以得到認可的 那高端疫苗 當然我們是希望 他能夠趕快第三期實驗做完 得到國際認證 但這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那在這個11月1號 馬上就要到來之前 那我們有什麼因應的措施 或者說 告訴這些已經施打高端的人說 那可不可以 有什麼補救的方法 這個是衛福部 當務知己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衛福部能夠趕快 把相關的配套跟因應措施 能夠拿出來 否則當這些國家 一個接一個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我們也很難對這些已經施打高端疫苗的人來交代 那我是覺得說 這個總是不能就是 這個不到黃河心不死 一定要看到這個現象發生的時候 才來這個去挽救 因為我們其實已經可以預見 而且可以預期也應該要提早做準備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多數的國家 包括可能國人主要想去的美國英國等等 或者是日本可能都還沒有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影響多數人的權益 那能夠去的地方 越來越少的話 那當然對多數人來講是 覺得說這樣的政策可能不夠完整 那當然陳中部長也特別提到說 當初也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路徑限制的政策 那突然才有這樣的政策 所以這個政府要趕快來因應 那但是如何來因應 有沒有辦法去說服其他的國家 能夠接受我們目前高端 二期EUA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那他是不是有完整的保護力等等 這些都需要科學數據來證明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部分我們還要再多加油 高端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爭議 都要充滿了爭議 好了 爭議就歸爭議吧 你們也很認真推吧 也真的讓了不少人 上百萬的人去打了高端 那早就說了 他是走不出去的 走不出去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你沒有按照SOP做完 你該有的程序 這全世界都是這樣子 因此弄到最後 現在只有哪裡可以去 現在只有印尼可以去 我們都曉得 是因為印尼的印庸的關係 現在除了印尼 全世界到處走不出去 那還在那邊撐什麼 所以我們很慘 高端打高端被騙了 然後打莫德納也被騙了 因為不曉得什麼時候可以打第二季 世界對這個疫苗 將來規定會越來越過 不只是你是打哪一劑 還有你兩劑的時間 將來人家收聽都會 類在疫苗護照裡面的 對台灣講起來 我們最往來的 不管是商業 不管是理由 中國大陸 美國 中國 韓國 日本 東南亞 這是五個我們最需要 開放的地方 政府不要再看 那個陳之中坐在那裡耍寶了 每天看著他真的有點煩了 你知道嗎 你應該去做什麼事 好好的打好疫苗 然後跟這五個地方 中國大陸 美國 日本 韓國 東南亞的國家 趕快銷商 疫苗護照 互相之間 大家往來可以開通 否則的話這麼多的商業人士 台灣這麼多的商業被困在這裡 好了 現在打得高端 在蔡英文現出索備的情況下 大家這個愛高端 是很高端 現在變成很低端了 很慘 這個我們高委員 他當時就很支持 現在大家就 除了印尼你可以去以外 大家很久的時間都去不成 這聽起來 有一點痠 真的 我至少支持政府的人 怎麼會掉到這種困境 那現在好了高端我打了一劑 我現在不要 我再第二劑去打別的 行不行 可不可呢 那打了以後你還是只痠一劑 你就等到打第三劑 目前台灣這樣的情況下 你打得了嗎 所以這是一團亂仗 真的最後一段 五倍折騰劍 五倍折騰人 就幹掉陳伯伯 然後我們來thank you 這樣剛剛好